而看到医护人员和警察同仁辛苦地站在防疫第一线 市长魏嘉贤是特别向花莲市区多家餐饮业者 订购了300个精致餐盒 分别赠送给慈祭医院、门罗医院、国军花莲总医院 以及花莲市卫生所和花莲警分局 表达对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与慰问 市长魏嘉贤22号上午带着热腾腾的精致餐盒来到了花莲慈祭医院 向第一线医护人员致上敬意与谢意 JB便当还特别要求是素食餐盒 还附上水果饮料 让慈祭医院同仁很感兴 我们非常感恩各界的关怀 很多的企业团体 像今天我们的魏市长特地前来 然后还有卡达饭店 给我们一个满满的祝福 一个爱心的便当 而且是素食的 还有护水果 这个对我们医护人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气 我们希望我们在花莲慈祭医院 能够把花莲重症的病人都守好 希望整个疫情能够赶快的消灭 紧接着市长又把便当送到了花莲警分局 丰盛美味的特色便当 让警察同仁很感动 国内疫情开始严峻以后 进入第三级的状况 那警察机关所有的同仁都在配合政府的一个防疫工作 那相对勤务跟工作量确实都比较繁重 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花莲市卫嘉贤市长呢 特别准备了50份的爱心便当 来到我们第一线 为了我们花莲分局第一线的一个执行同仁 那这边呢 也要呼吁所有的花莲市民跟我们的乡亲呢 务必做好自己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防护 我们大家齐心来面对这次严峻的疫情 让我们的社会尽早能够恢复平静 这一次的暖心便当是市长薇嘉贤 动用了市长公关特资费 向花莲市六家餐厅来采购 分别送给慈激医院 门诺医院 国军花莲总医院 花莲市卫生所 还有花莲警分局 表达对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和慰问 那我们也趁这个时候来给医护人员 来谢谢他们这段时间的辛劳 那除了医护人员之外 我们特别到花莲分局 也谢谢我们警察同仁维持社会秩序 协助相关疫调的一个过程 那也给我们这些同仁们打气 那真的有谢谢他们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稳定下来 那也希望大家在最近疫情虽然趋缓了 但是大家一定还是要小心 不要因为这样就轻忽 那造成疫情又再次的扩大 那我们真的要谢谢这些医护人员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好自身的防护 那今天也准备一些餐饮的部分 也给我们所有医护人员 来谢谢他们 也鼓励他们 为他们打气 这里会幻视报道